我们可以从各个瞬间 各个角落把这样的人认出来 365天后我们再见 谢谢 这文案没法念 然后句子都不通 咱们干这个行这点判断力没有 干啥干 他现在这个架势呢 像是一个施朗松 行了吗我能说了吗 我觉得是有问题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不诚恳 他买的是广告时段 我们希望他每个时段都帮到他 你比如说前面有什么 每一天每一步 他都在承诺对用户的信任和回报 这段一出来用户就散掉去了 那我们往下一走还是怎么着 我的核心就是三条 第一言之有误 第二就是能帮到我们的客户 然后第三就是和跨离音讲的内容 能够完成一个结合 别显得那么生硬 然后在我们的产品上也是一个好的 我梦见我在跨离音讲的台子上被人击毙了 被人击毙了 就我的分明能感觉到那个枪子打过来 然后倒下了 然后被你们抬走我都有印象 你为了不写稿你什么事都干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这么大故事说出来 你居然第一反应是这个 那妈你有人性吗 那不是我的洞察力吗 但是你仍然暴露得很没有人性吗 罗胖前年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他说托华我可能出问题了 然后我说你怎么了 他大概是也是在这个时间 就是12月12月的时候 他就说我可能出 他说我现在每天晚上睡不了掉 特别焦虑完全睡不了 就可能是得抑郁症 他打算就跟我说我可能是得抑郁症 那时候我是没有同情心的 我就看他一眼 我说没事1月1号你讲完之后 你就病就好了 然后他一回来1月1号早上我就看见他 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病好了 那他嗯 我说昨晚上睡着了 就是真的很焦虑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也不行 那毕竟四十七八岁的人了 就是确实是每年这个压力 就放在一个人身上有点太大 挺担心的 就是我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 这个量有点太大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这里是逻辑思维 和你一起终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这里是逻辑思维 先来看普鲁斯特 普鲁斯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这里是逻辑思维 这是鲁迅嘲笑 那普鲁斯特最做名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这里是逻辑思维 我们继续刷那套 四十八册的大步头丛书 伟大的思想丛书 早上一早赶在录音 录到现在一个字没录成 你拖准就拖到我 唉 需要我干啥 你才意思 没懂 啥叫双微 你们越玩越洋气 一句会稍微多路几次 那没问题 别坐那 人来了就听你的 第二句词 我不能用这种口气 跟老师说话的 我怎么能指责别人 你确定这是梦想 不是妄想 其实并不是说 无礼貌的那个致你 我等你 要不这样 我问他一句 那您怎么区别梦想和妄想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这是个请教 我不需要提到气 二一开始 您是怎么区别梦想和妄想的 您是怎么区别梦想和妄想的 您是怎么区别梦想和妄想的呢 您是怎么区别梦想和妄想的 大型活动基本上要走两个报批 一个是文化策的报批 五美方案还要做一个公安的报批 当地的消防交通部门 都会对你的这个搭建物的一些材质做考核 方案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那个平面图 第二个冬季团盘 你要给我标注一个清单 第三块内容是你的总票数 成分你要给我说清楚 好的好的谢谢您 现场不会太激烈 对吧 就是一个立志 特简单 特简单对 然后Vivo 经典 要把鸡家放你放背着 把卡特地跟鸡家挨着 这边用户挺多的 那就满了 一个口都没有了 这两天不会再有东西来吧 你怎么地吧 换言讲其实我相当于是统筹的一个角色 就是中间的一个联合剂 然后帮大家把信息汇总一下 然后帮大家去协调一下进度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事儿 就真的全公司不会干 还要卖票 对吧 还要找场地 诺诺就举手了 他说我干 也不知道他能干啥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要干哪些工作 然后这几年的时间下来 就是他是我们的所有的线下 大型活动的总指挥 就已经非常老练 而且我就在国内 肯定也是一流的总指挥了 南瓜 豆腐 鸡蛋 菜花 都给我了 两份牛肉 实在是太寡淡了 嗯 罗老师他点是啥 就是经常偷吃东西 我什么时候偷吃东西 那哥们儿不也减肥成功了 你看你现在 听说你还去运动了吗 运动嘴啊 他怎么突然讨厌 那有句话叫什么 说好一起倒白头 你却偷偷举了油 偷偷偷乐 昨日晚上我不是参加币华子的活动月 上去了 每个小姑娘 ivid邻小姑娘 不能 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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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其他说 看其他说的基本都是骂我的 我是爱你的那个 今天早上已经得到了 谢谢 拍死吧 你QPS 提升到颜色目的20% QPS是600 那你继续往上提 40% 提吧 OK 60% CPU有超过50%了吗 现在60%是吗 80%了 咱是什么时候会有问题 是150的时候 上200 好 平吧 看来明天我们还得进行油画 看一下能不能 我们跨年进行测试 是为了进行提前的演练 就看我们平静点在哪里 目前压到最高的商机 比平时的风值高到100倍以上 好 好 老师 哎 本来是不是有点暗了 行吗 帅 太帅了 这也是要行 好 上台也得想个关系 固定一下 这怎么又 难看不 对 因为我本身一个肩高一个肩 等我呢 我那么重要吗 对 我帅 你穿的帅 哈哈哈 我觉得领带可能得换 对 领带 你就换一个红一点的 嗯 在蓝色里边尽量不要打肥肤 里边毫无必要的 这样完全看不见 对 但是还是要穿 万一又摔下来 万一摔脱了 万一摔脱了 这样把万一一脱 没什么 你可以看我 我给你的台侧拿着 可以带着 罗老师的衣服 今年维度上小了 大概有五公分左右 整个少了一圈 瘦了 瘦了 对 现在分叉路已经多到 你想象不到吗 整个世界的这个最好的大学 完全不一样了 金融贸易的人才 你的生态得是一个多大的规模 工业化完成 但是工业升级再继续进行 今年的跨年奖 它是有六个学术团队 然后针对六个 2019年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然后做一年的田野调查 跨年奖 它能让你迅速搞懂 这六份报告是什么意思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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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五年 其实面对一个问题 对 你到底在为社会提供一个什么东西 对 就前面五年呢 我们更多的想想总结 那今年呢 我们是想切换到一个个人世界 他国被人创造的基本盘 议题不是基本盘 基本盘是里面的一个事情 议题就是从基本盘里面去找那些机会 不是 基本盘已经是答案了 对 议题不是基本盘 基本盘是议题的这个答案 就议题应该是说我们这群人 在这么一个复杂路变的环境里面 我们答案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也是走的太远 忘了为什么要出发 反正就是说这个 这个就是看 说着说着这个本来是一个答案 就变成了问题本身 就是他回答这个基本盘是什么 但是也可能忘了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答案 就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追问 才会让这个报告会更更结实 今天的我背 是一群人家感激事件 对回答怎么办 而有责任的人 不是说吧 我背赋予一个特定的意义 只是不断的说我们这样子 咱们还是要按行为得说 他不完全是行为 有国背 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 咱是在飘飘那个感觉 你瞎起啥范呢 那可以起 但是你迅速得落下来 落得每一个人觉得 对是我 说我们的 孩子啊 因为以前卷上机就是特小 他实际的时候他就站了 估计也就 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呢 因为他固定在那个架子上有一花窝 210跟211这两个都是 解决了那俩都是咱们 不行就严呗 主旨就是把座椅全都遮住 看你也讲我们不讲现在 大家都热住他们的事 对 就是你们都在讲抖音带货 我讲我左手一回回讲 我承认 就是你看到的是快手村 就一个农民在老家卖土豆 也能卖发了菜 但是你没看到的 其实是一个社会中台 对 他是村村通带人 没错没错 等于是国家所构建的这个 就是中台 然后赋能了每一个个子 对 对对对 一说消费大家肯定说网红带货 对吧 直播带货 然后这个很热 那这种概念你就不要讲了 因为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已经看了一年了 你要讲那个网红带货底下那层东西是什么 既要保持大家对这事有一定的共识 你还要保持大家有一定的陌生感 否则你跟我说我动不了月球 那种我也不交流 嗯 不是他不是觉得他该做 他是觉得别人在做 就是我不想做你也不应该做 这样我就不会选择在全部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所有的提贩卖焦虑的人 就是他希望看到的那个理想画面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躺平吗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贩卖的是解决方案 听说这两天在知识城邦里 我都不敢看那个专题 叫罗康尔今天定稿了吧 不对的 不到最后应该听不了他 哎呀这个问题 大家肯定每天就去问他 给他制造焦虑 把他一年给大家制造的焦虑都还给他 非常感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夜快乐 就是罗老师会救现场观众 点亮手机 罗老师还有一遍走台对吧 进入到现场这个冥想跨年的这个过程 一会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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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的这几天 我们要聚在一起 把它整理整理 是吗 很热 就是紧张 哈哈哈 刚刚没说几句话 嗓子就觉得不行 wod 这边 ロス 1 1 2 4 3 这两个词 有一种很奇怪的认识感 里面已经开始了 请大家尽快入场 请提前拿出你们的票 有媒体发烧了 有没有推烧贴 你不是找推烧用吗 是不是你没有 我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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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尽快入场 需要帮忙吗 我还是 等会A1区 这边前面那边是A1区 你吃不 我不吃 你这事台子里找迪飞 我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你那边能帮我解决吗 你数一下 实账 外场还有观众吗 那现在请你打开你手机的手电筒 让全国的观众看见 我要拿自己头脑里的支持 分享给他人 无私地分享给他人 你们都愿 2020年到了 我能奉献给你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的 倒数第16成 365天后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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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 赏个屁 今天罗兰尔非常不容易 他第一年没用提子器 我负责微信 我做过秩序的引导 接待一些就是我们合作的老师 种状感 见下活动之行 商务 通筹 现场的检票 大屏幕的keynote是我在播 最苦逼啊 可能是我 29号开始基本上就没得睡了 罗帕 罗老师 一个词工作狂吧 狠人 狠人 此刻到底 此刻到底 他真的很喜欢工作